馬文君說什麼 他說現在這個案子已經變成叫做 台灣人勾結韓國人詐欺 造假學經歷造假輸出許可 開人頭公司搶標 洩漏國防人士跟盜竊他國機密等弊端 按照剛剛這個林濤的說法 哇你看這麼多年了不趕快辦 現在趕快辦 把你手上講了這麼多案子 有資料趕快丟出來 立刻辦啊 你有哪一些東西 你有具體拿出來給國民黨嘛 給林濤嘛 林濤一定很樂意打啊 如果今天他指控的這些東西 有具體的事件你就拿出來 大家贊成在座誰會反對 你都沒有嘛 所以到今天你看又用一個講說 我們沒有質疑黃曙光哦 但我們懷疑黃曙光是不是有知情 所以這時候要查他 如果按照這樣同樣的邏輯 回到馬文君的身上 現在大家是據名指說 那你馬文君你以前的辦公室主任 對不對 你的楊國良 有沒有特別關切 所謂的通知 這個通知訊的這個所謂的 標案跟構案 馬文君怎麼說的 而且他離職了 如果用你們質疑黃曙光的那種 用跳躍式的質疑法 人家那些質疑嘛 你辦公室主任你如果是有這個 你馬文君知情不知情 你也不回答 你又不碰 離職了 離職了 只有離職的這件事情嗎 好 媒體其實也有報導了啦 就是說 就是說現在看起來呢 因為其實媒體是講到說 有一家叫做這個所謂的 俊維公司啦 那我也講就是說 合法的合理的商業行為 跟透過投標或者什麼的 那個都沒有問題 那這家公司本來 你如果找一下這個 政府採購資訊的這個網上面 你會發現他這幾年 所做的這個標案 大概都是軍方的啦 我給各位看 這是112年度的 他做的都是軍方的 那我其實從這裡面的年度下去 我有下去看了一下 比如說這個是111年度 你看基本上都是做軍方的東西 但是有很多都是做什麼 你知道維修啦 商圍啦這一些 那只有一些東西就是說 我如果再涉及到 就是我原先要採購的時候 有沒有像媒體所報導 因為像之前這個台聯的立委 有人自己講說某欄委 那我也老實講啊 就是說 像這種軍方採購的東西 確實有很多時候 就是譬如說媒體會報 或誰會報 後來為什麼沒有辦的原因 是因為 很多時候調查到最後 他們用一個東西叫做黑函 就說有人用黑函檢舉 就是為了廠商互弄或幹嘛的 可是現在質疑的是講說 不是只有說 我今天是不是有去要求 人家改規格或是怎樣 因為現在據點名的是說 你的這個辦公室主任 以前有沒有把人家 空軍的這個參謀長 這個參謀長現在也還活著 你幹嘛去空軍司令 你知道嗎 就你有沒有把人家找過來 要求說你在規格的 這件事情上面 你要用什麼樣的規格 那我就講 就是說一般軍方採購是這樣 通常像這種通知訊的器材 尤其像軍方這種比較機敏的東西 他一定開規格標 所以規格標就是我需要什麼 我就規格我就綁進去 那我不能指定廠牌 但是你要符合我這個功能 所以這幾天媒體在報導說 為什麼要一個60秒開機 就很簡單嘛 我軍方認為說 我今天這個東西是60秒 我覺得我符合我的需求 我規格開下去 可是也有人會講啊說 你今天為什麼你要開60秒 你這東西開機啊 你就沒有關機嘛 所以你只有開機的 我早一點開機可不可以 所以你放寬變到120秒 我跟你講 每個就在這裡 為什麼 因為這些器材 可能都可以達到這個需求 但就因為一個規格被綁架 它進不來 現在其實大家就質疑了嘛 如果今天的這個矛頭 都指向特定委員的 辦公室的那一些助理 那我們就問嘛 很有可能就回到剛剛質疑說 這個郭喜的那一段啊 郭喜不管錄音帶有沒有造假 或者怎樣 大家也問說 第一個 國民黨連結黃曙光的說什麼 他的講法就說 郭喜木家 你黃曙光是不是知情 你是不是受益他 所以你們是不是搞在一起 這是國民黨現在要查 要查黃曙光的理由嘛 所以我覺得這整件事情很簡單 馬文君對於這一些被批評的 或者是怎樣的時候 他當時被問到說 你在這個機密 這個機密會議上面 有沒有打電話有沒有幹嘛 他那時候是怎麼回應的 他說他在場嗎 他有在場嗎 在場的出來啊 在場的出來說有啊 他打電話 而且我們還找人家 跟他講說不可以這樣 結果現在國民黨 又把他變成什麼 你看你跟他們的 都套好的 國防部那麼多軍人 也不是領誰的薪水 你那些國家的 有需要說 大家現在都說是你有問題 只有你一個人說沒有 然後國民黨就寧可相信 這一個你自己的人 只是因為他叫做 國民黨籍的立委 如果說真的要辦這個案子 你已經直接建議 黃晨輝是破口了 馬文君的泄滅案 郭喜一開始嘎嘎叫的時候 沒有人敢上車哦 包括我們講的都很保守哦 是在某年某 某月某日的某一天 黃晨輝在我們這個棚的那邊 坐在那邊的時候 說溜嘴說 馬文君真的有把錄音檔 這三千個檔案給韓國 才變案子嘛 他是說 他那時候三千個檔案給韓國 還是說他有收到這一份 馬文君有給他 他給好幾次啦 黃晨輝 他第一次講的時候 大家還沒發現 什麼三千個檔案 什麼錄音帶給了韓國 他第一開始講的時候 大家都沒發現 是到了第二天 第三天大家想到說 黃晨輝好像有講過 那個聲音才被用 重新複製出來 不是仰岸耶 也不是說不辦耶 是他們的 泄滅集團的小裸裸說溜嘴嘛 而且是隔兩天 我們大家才反應過來哦 對不對 所以這件事情 當然現在才如火如荼嘛 我覺得這件事沒有這麼困難啦 好 先把馬文君的事情釐清 再講俊偉 馬文君會搞潛艦 搞海軍 就會搞陸軍 會搞空軍嘛 那個俊偉的案子有多離譜 俊偉的案子 因為後面馬文君沒有得逞 所以說未遂犯 可是你們可以理解 中間那有多嘴臉有多 多惡劣嗎 第一個哦 因為這是空軍F16的這個通訊器材的 標案 標案內容明明寫 需要60秒能開機的 俊偉那個通訊器材是多少 180秒 嗯 差120秒差很多嗎 我跟大家講空軍哦 有3分鐘待命班 5分鐘待命班 還有15分鐘待命班 3分鐘待命班 3分鐘我就要飛上去哦 你180秒 我飛上去還有120秒真空先傳LINE 好跟這個打台說 到了到了到了 嗯 那真空兩分鐘是不是 嗯 升金幣嘛 這是不可能的嘛 就是有些錢不能賺的嘛 嗯 像GL也是嘛 GL那條錢是不能賺的嘛 為什麼因為GL就是 我講白話文就是 非常多國家的輸出學校透過GL過來嘛 嗯 就透過一個 中國去韓扣那個人不痛不癢的國家 嗯 過來嘛 就直不羅陀嘛 所以現在到目前為止 確定透過他們所謂的 炸電集團的GL 50份 輸出學的 143億台幣 嗯 整個錢錢輸出學是一百零幾份 是 整個錢錢預算第一燒是500億 他100多億 140幾億 那三分之一左右 所以有些是不能賺的錢嘛 像俊偉是不能賺的錢嘛 你稍微有一點判斷說這條錢不能賺 嗯 你升空兩分鐘了然後才有通訊 所以你不要一個辦公室主任 把人家參謀長叫來入罵 這才是為什麼後面會傳出去 一個參謀長長 你上校退 參謀長中將 被叫來罵 然後罵都沒有道理的 嗯 所以這次才傳出來嘛 所以這些東西點點點 奇怪國民黨怎麼都看不到 文盲是不是 沒有 我會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